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节目后出道的昆明四字、觉醒五字、乐花七字,以及因为市场被打开而衍生出来的罗志祥的男传CTO,都纷飞进入了大家的视线,接受市场的见阅,而且乐花七字Next的粉丝见面会也走进了各大城市之中,人气也算是除去9%最高的一个网线男团了。 近日,他们也在南京迎来了自己第一轮FM的最后一场,粉丝们为了应援更是不遗余力,朱正廷的粉丝前一天的早上就开始排队等待,只为了入场之后,能抢到自己家的栏杆。 为了粉丝们的安全,更是请来了一大批专业的保安来保护。 Justin的粉丝集体穿上黄明浩在NP最后一场COS的春丽装,一群人走过去相当有台面。 此外,范诚诚家的场外应援也是超级给力,不仅卖了天上的应援,粉丝们还COS起了七个小矮人,创意便是来自于诚诚,曾经扮演的白雪公主。 当然粉丝为她所做的事情,她自己也知道,曾经她就答应过要请粉丝们喝橙汁,却一直没有机会去做,这次恰好赶上最后一场。 而且粉丝们又这样戳心,于是她便履行曾经的承诺,更是为了爆炸粉丝的爱,直接买了二十五箱橙汁,还让自己的朋友帮忙一起发。 不过面对最后一次的舞台,范诚诚本人也很是不舍,在档谈环节,诚诚被问几想对十年后的自己说什么的时候,她却颇有感触的落泪了。 而且她像是年后的自己,依旧能站在这个舞台之上,依旧能和粉丝互相陪伴。 你们怎样看待这个如此很感性的小孩呢? 面则猙獰,文中图片引用之网络,如有版权方形联系删除。 原地的那些没有,我再发现重新的那个情细变是有约的比余的。 然后,我觉得还真的写定。 感谢观看